10月25日零时至24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7例 截至10月25日24时 新疆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38例 这次疫情有什么特别之处 中心社记者采访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 对此进行解读 曾光指出 此次疫情与过去几次疫情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它发生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 其次出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 但却没有一例确诊病例 这都需要后续进行大量调查研究 我们接着要看中间如果出现不出现确诊病例 如果不出现确诊病例 那么这些病例它又是完全无症状的传播 另外我们也没做抗体的话 检测结果也没出来了 就是这个人就这小姑娘做 好像抗体的话 IgM、IgG都是阴性 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无症状感染者还仅是一个病毒携带者呢 我们还要看 目前无症状感染者中尚未出现确诊病例 究竟是因为发现早 还是因为病毒毒性减弱 一天之内新增137例 是否意味着病毒传播力增强 曾光认为对这些问题还不能下定论 还是要尊重实际调查实际分析的结果 那都是一些判断 对这病毒的话呢 还要给它做基因分析 看看它和过去的病毒的话 有什么区别没有 是吧 来判断它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是吧 是痊病例变了 痊病例好像是要减弱了 但传播力的话呢 好像还是很强似的 病毒的话表现 它传播表现了 它痊病例也好 传播力也好 表现形式以后表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了 曾光强调 当前最重要的是对所有阳性病例 进行详尽细致的流性病学调查 首先发现现这个病例的话呢 17岁的这女孩子 她是个指正病例 她肯定不是最最早的病例 是吧 但是她是被发现了 这里的话流性病学传播链的话呢 我觉得刚发现这病人以后 她们传播链的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在这138个人之外 还有病人 现在就加强流性病学调查 把情况分析清楚了 每个人都要做 对于此次疫情规模 以及后续是否会在其他城市传播等问题 曾光表示 目前下判断还为时尚早 只有早日完成流性病学调查 和扩大检测工作 才能看清未来的疫情走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